因为李文的事情 好声音受到了各种批评和质疑 虽然前者已经离开 但网友和粉丝还没有结束 还在抱怨和指责 双方的战斗还在继续 随着不断爆料 越来越多的好声音内幕和潜规则被曝光 这种态度虽然得到了认可 但依然没有让舆论笑 有知情人透露新消息 称有人气女歌手花三千万买下冠军 在韩国出道 重返赛场等 此爆料一出 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人们纷纷猜测是谁 并缩短了关键词范围 从热门女歌手 在韩国出道回来参加比赛 回顾历届好声音冠军 包括张碧晨 邢汉明 丹一春 吴克月 梁玉英 争议最大的对象是张碧晨 经过多方采访 得知张碧晨才是三千万声优冠军 还透露她的家庭条件很好 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最有可能用钱买下冠军 如果你也认同好声音有黑幕 请点赞视频支持 让更多人看到 她的父亲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商人 生意很大 妥妥的富二代 含着金汤匙出声 而且母亲也是纪念馆的管理员 这个单位不是一般人能进入的 而张碧晨从小就有明星梦想 家人对此也非常支持 很早就去韩国当练习生 光是培训费就高达六十万多元 而她对这笔钱根本不屑一股 大家都知道 在韩国做练习生非常辛苦 最终成团也很不容易 为了女儿 父亲瞒着女儿往公司寄了钱 只是为了帮助女儿实现梦想 价格是三万元 这一点张碧晨本人 在之前的采访中就透露过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 人们不禁怀疑好声音 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 毕竟现在这档节目 频繁爆料冠军是花钱买来的 这两点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 那应和华晨宇也受到了影响 在张碧晨花钱买冠军的消息中 那应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曝光的黑幕也越来越夸张 当年的好声音比赛中 张碧晨和魏雪曼演唱的《一路由你》 两人都各具特色 歌声和风格都很受观众喜爱 这无疑是一场神明之战 难以抉择 其他导师最终把票投给了魏雪曼 认为他更好 但那应力救了张碧晨 他这句话 就跟当年淘汰周深一样 可以挑剔 我很喜欢 但我更喜欢简单直接的张碧晨 短短一句话 无可挑剔的魏雪曼就被淘汰了 而能力稍差的张碧晨却被留下了 当时不少网友怀疑有内幕 如今张碧晨买冠军被曝光 自然极力保护他的乃英 再次成为谩骂对象 这段时间 他被黑料纠缠 与刀狼恩怨 退出上海音乐节 演唱会卖不出去 因为这些种种原因 他受到了杨妈的严厉批评 对于当前娱乐圈的乱思乱想 表述应该是坚决查处 整顿 我感觉我都快点名了 也因此 那应未来的道路十分艰难 他的名声也跌入了谷底 此外 华晨宇也受到了影响 张碧晨被曝冠军是买来的 同为选秀状元的华晨宇 在快乐男生中的表现和成绩 也十分可疑 很多人无法欣赏他的歌曲和骚动 就会把嘴巴张得沙哑 根本感受不到音乐的魅力 但就是这样的天才 却能走到今天的乐坛巅峰 很难相信他背后不是靠着资本 与此同时 他与张碧晨感情出现问题 如今已有一个女儿 俗话说 人有分群 这次张碧晨的风波 也让华晨宇吃尽苦头 怀疑自己也是买来的冠军 表示唱功和实力参资不起 与此同时 张碧晨也被爆出不少黑料 包括之前的那些 消息一出 整个娱乐圈彻底炸了 当时很多人都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张碧晨也及时辟谣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如今张碧晨深陷花钱买冠军的舆论 之前的黑料再次成为致命一计 不过目前还没有实锤 不知道您看完之后 有何感想呢 你觉得张碧晨真的会花钱买冠军吗 难道背后有金主 最近好声音频频爆出匪夷所思的黑幕 引发舆论泛滥 这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令人猝不及防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句话似乎准确描绘了他当前的窘境 如今 关于好声音的负面消息四处弥漫 在社交媒体上 许多网友纷纷揭露了其种种黑幕 使其公信力急剧下滑 面对如此剧烈的反响 我们不禁要问 节目制作方究竟在想什么 他们又将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危机 这一切背后 是否还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黑幕从声又显自动转移好声音山雨欲来 最近 好声音频频爆出黑幕 不仅有预先内定冠军 花钱刷礼物等丑闻 近日录制中还出现了导师椅子 自动转向的匪夷所思画面 令人对该节目的公平性产生更多质疑 这起事件发生在近日录制的一期节目中 当一只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子组合梦想导 表演一首轻快活泼的原创单曲时 评委潘伟博随着节奏摇头晃脑 两手放在大腿上 看似非常欣赏这精彩的演出 可就在关键时刻 他的导师椅却在没有任何触碰的情况下 突然转向舞台的反方向 完全是被动的状态 给人一种他不买账的假象 潘伟博本人对此也感到措手不计 之后镜头切换到其他导师时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他们在转译时都是主动按下了按钮 自身观众立刻认出 这明显是节目组操作的结果 目的很可能是制造更多的戏剧转折 有评论直言 这就像歌词所说的 不打招呼就掉头走一样 是事先安排好的 在此前前参赛学员和工作人员 也披露了类似情况 成导师的选择常被远程遥控 难以发挥真实态度 这次自动转译事件 无疑为之前的爆料增添了有力佐证 再次引发外界对好声音的质疑 在一系列黑幕曝光后 观众要求整改 甚至停播该节目的呼声也在声闻 业内人士指出 仅仅停播一周远远不够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种种问题 好声音难逃口碑扫地的命运 而且预先内定冠军 高价刷礼物等丑闻 也让该节目难逃资本化的指责 有评论称 这已成为权贵子弟 凭借资源义军突起的舞台 一般平民难以与之抗衡 如若整改无果 空将最终失去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面对种种质疑 好声音制作方至今未有官方回应 但业内人士判断 如果不能尽快平息风暴 采取有力举措纠正问题 这档曾经人气超高的选秀节目 势必会一泄千里 可谓山鱼欲来 我们是目以待后续的发展 可是这种事情 似乎只是冰山一角 据相关人士透露 好声音背后还隐藏着 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比如 节目组会针对不同的选手 采取不同的打法 对于想要力推的金台选手 会给予极大的资源倾斜 从歌曲选曲到舞台布置 无不围绕他们打造 而对于想直接淘汰的选手 则会刁难提高竞争门槛 设计难唱的歌曲 或者故意安排兼具的对手 这样的差异对待 令比赛缺乏公平性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 好声音的评委 也存在被软禁的情况 所谓软禁 就是在表面的自由之下 隐藏着种种限制 例如不允许评委 私下接触学员等 部分评委甚至被要求 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节目组 精心策划的正面消息 这样的做法 无异于控制了评委的言行 难以保证评判的独立性 更令人不安的是 选择性的美图修图 也被指存在 据前后台工作人员透露 好声音会选择性的 对部分选手 进行美图修图处理 滤镜磨皮等手段 这样的操作 会在观众心中 制造不公平的审美印象 素颜招也并非百分百真实 这些新的细节 足以让人重新审视好声音 其背后是否存在 更多不为人知的黑幕 业内人士指出 光是停播是远远不够的 如不从根本上解决种种问题 只会让这档节目品牌 越来越失信于观众 最终难逃没落的命运 我们仍需继续观察 其后续的应对 但可以说 好声音的雨滴已经密布 闪雨欲来之事不可阻挡 刀狼拒绝好声音邀请 刀狼曾经拒绝 中国好声音的邀请 这是为何呢 在一次访谈节目上 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刀狼深刻解答了这个提问 刀狼说 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选秀节目 很多都来找过他参加 但是都被他拒绝了 而且价钱都很好 那为什么拒绝呢 之后刀狼还说 现在的选秀节目功利心非常强 会引导现在的孩子们产生一个偏激的价值观 就是我来参加选秀节目 就一定要成功 刀狼认为 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沉下心来累积的 是需要下功夫的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但是节目组并不会在乎这些 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节目效果 刀狼说的很平和 也强调只是自己的观点 没有对错之分 他是这么觉得 现在很多孩子都太着急渴望成功 过于心急 而好声音这样的造型节目 会给他们一种误讨 那就是成功太容易的感觉 会导致他们想尽各种旁门走到成功 而音乐 是需要积淀的另一个方面 刀狼自己说话太直接 性子又很耿直 不愿意为了节目收视率 就各种表演此外 刀狼觉得中国好声音 这一类的节目表演成分太过乐 应该收敛一点 不能太娱乐化 这背后的很多真相 孩子们是不了解的 根本不知道节目效果和故事 都是演出来的刀狼 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看过好声音的都知道 四位导师特别兴奋兴奋 学员们的故事各种凄惨 很多学员经节目一推 一下子就成了大明星了 太过娱乐化 导师们都有自己的小套路 而汪峰时不时就问学员们 他们的梦想是什么 显然是告诉观众朋友们 好声音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对很多人来说 梦想哪有那么容易轻松实现 就算很多选手成了冠军 后来混得也不怎么样了 自己没有真本事 后来都销声匿迹了 所以好声音并不是个 很好的造型平台 只是重新火了四位导师 而且选秀节目会设置 很一个一个的坑 让参加比赛的孩子们 往里面跳 很多幕后的东西 比如编导或者幕后的一些安排 都是选手们不知道的 选手们看不到这一面 这会被人牵着鼻子 往坑里面跳 刀狼说这些话 就是表明了这些选秀节目 其实都是有黑幕的 功力心非常强 会引导年轻人产生一种 错误的价值观 刀狼还表示 自己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 参加这些选秀节目 当导师可能会在节目中说错话 然后 节目组肯定会将 这些出球的一面剪辑出来 因为节目可以增加 收视率和热点吗 或许是因为刀狼 从一开始就看明白的 这些选秀节目的黑幕 和操作方式 以及目的性 哪怕给的价钱非常好 刀狼也坚决拒绝了 因为很多参加中国好声音的人爆料 不砸钱刷礼物 根本不可能往前走一步 还选全国前几名的 都是几十上百万的往里面砸钱 即使这样 他们就像和好声音的录制 是两条线一样 根本上不了 真正的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 刀狼还说过 曾经有电视台请他参加一个节目 一场给五百万 一共差不多二十场 他都没答应去 他要真想赚钱的话 恐怕已经有几十亿身家了 一般人成名了 就没有工作和创作的动力了 而他居然能克服人性 继续沉心创作音乐 他不火就没天理了 关于好声音 我们似乎都太急于下定论 节目存在的问题 需要进一步调查 不同利益群体的忽必 也有不同考量 我们应保持理性 给予空间改进 也给予时间证明 在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 保留包容开明之心 才能推动艺术文化健康发展 好声音的前路充满荆棘 但只要心怀正义 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中国好声音节目 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次的主角是最新一季的学员百林 百林刘献华的学员 且似乎百林在为好声音洗地 否认200万买四转 在8月27日深夜 百林发文 澄清了有关他花200万购买四转的传闻 并对节目组表示声援与感谢 他表示 用音乐说话 用歌声证明 一直是我觉得最有力量的方式 能传达作为一位歌手的使命 然而 尽管百林试图平息争议 舆论的声浪 却似乎已经将新人歌手的努力淹没 百林透露了自己参与节目的经历 他在线上寒选后 于6月前往上海参加面试 录制了十几首歌曲 期间经历了层层考核 最终登上盲选舞台 他简称自己并未涉及任何潜规则 针对一转50万的传闻 他郑重澄清道 我本人及我的公司 绝无与中国好声音有任何金钱往来 有的也只是交通费和住宿费的报销费用 这番言辞或许是对外界疑虑的最直接回应 然而 对于一些观众来说 仍然难以消除种种猜疑 网友们是这样回应的 回到另一边 百林也向导演团队表示感谢 认为他们在协调和满足他的表演需求上 做得很好 他描述自己接触的人都很有善 认真对待每一位选手 对此表示感激 可是 这次争议的核心 并不仅仅局限于百林个人的经历 而是关乎整个节目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在中国好声音的历史中 不发类似的争议 李佳杰在之前的发文中爆料 称五十万可以购买一个座位 前十名次可以用金钱购买 学员签的合同也是十年打底 虽然他次日发布道歉 表示发文内容没有事实根据 但这样的言论已经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节目 毫无疑问 李佳杰的爆料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净水中 激起了无数涟漪 观众们开始质疑节目的公平性 怀疑背后是否存在着不公开的规则和交易 而随着浙江卫视宣布暂停播出 选手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更是加剧了这种担忧 他们付出了汗水和努力 却可能因为种种因素而一无所获 这对于一个追逐音乐梦想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无论是百林还是其他学员 他们都是怀揣着音乐梦想 来到了这个舞台 音乐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 每一个学员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汗水 用音乐诉说自己的故事 展示自己的才华 然而 正是因为对音乐梦想的坚持 才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质疑和争议 对于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竞技节目 公平性和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 观众们渴望看到的是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通过努力脱颖而出 而不是通过金钱或其他手段 无论是节目组还是学员 都需要思考如何维护音乐梦想的纯粹性 让舞台成为真正展示才华的平台 在面对这场争议时 节目组应该更加重视透明度和公正性 无论是选手的选拔过程还是后续的培训 都应该做到清晰明了 让观众和学员都能够明白其中的规则和标准 如果确实存在着交通费和住宿费的问题 节目组也应该考虑如何规范处理 避免给学员们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同时观众们也应该保持理性的判断力 在争议中 往往有一些虚假信息或情绪化的言论 应该通过多方面的信息了解 避免盲目传播和扩大争议 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而不是被单一观点左右 无论是好声音的百林还是其他学员 他们都在为音乐梦想奋斗着 无论争议如何 都无法否认他们的才华和努力 希望中国好声音这样的音乐节目 能够在保持激烈竞争的同时 坚守公正和透明的原则 让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 有机会展示自己 用音乐打动世界 最后 让我们一起期待音乐梦想的舞台 能够更加光明 让每一个追逐音乐梦想的人 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用音乐传递力量 传成美好 无论是观众还是学员 都应该共同努力 让音乐的舞台更加多彩绚烂 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众的声音不容忽视 李考恩女士不应受到不公平对待 李考恩女士的呼声不容忽视 鉴于广大网友对中国好声音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 浙江广电也坐不住了 近日紧急发文 指中国好声音的观众和网友 强调要加强监督 听取大家的意见 切实维护节目制作的公平正义 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受到尊重 并以负责任的态度 对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调查和使 眼间的网友 一下子就发现了通知的问题 有细心的网友说道 当唐浙江广电集团 发了一条帖子 连公章都没有盖 显然 浙江广电可能太慌了 为了回应网友的疑问 他们甚至不顾公章 笔者登陆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官方网站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首先 浙江广播电视台发布该文章的时间可疑 发布时间为晚上8点21分 这个点属于下班点 上班时间不发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 很可能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写的 甚至 可能连夜被家里的员工赶出去 从这一点来看 不加改公章也是情有可原的 毕竟公告是下班后匆忙发出的 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是否盖了公章 而且这件事争议太大了 领导又急着催稿子 层层审核 可以说 时间紧 任务重 手稿中没有错别字 真是一件幸事 全网都为李文感到惋惜 不少人跳出来揭露好声音的内幕 在这样的情况下 浙江卫视依然顽固地支持中国好声音 然而舆论的力量太大了 浙江广电不得不听取民意 此次官方表态对于蓝台来说 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之前浙江卫视不愿意承认 发表的声明也是嚣张 毫无歉意 浙江广电发声后 蓝市态度来了360度大转变 以前蓝市高高在上 不理会网友的意见 现在却不得不说 鉴于观众和网友反应的问题 中国好声音节目正在接受调查 节目已暂停 浙江卫视终于证实了观众和网友的意见 但为时已晚 李维姐姐说网络视频是真的 还打了中国好声音的脸 一个个声音好听的学生出来爆料 把蓝台彻底卷入舆论漩涡 蓝色卫视 一家充满音乐和欢乐的电视台 创办了深受全国人民喜爱的音乐节目 中国好声音 原本应该欣欣向荣地发展 不料背后却充满了黑暗 曾经的好声音学员徐海鑫 更是大声斥责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变得更糟糕了 不仅欺负选手 还攻击导师 做人吧 如果没有李文哭泣录音的曝光 我们真的很难知道中国好声音背后 还有那么多难看的潜规则 已经背离了节目制作的初衷 甚至背离了公平正义 如果这种选秀节目 一直都是这样不公平的竞争制度 如果每个人的轮次都标有价格 如果冠军给的钱最多 就让谁获胜 那为什么学生们要在这个舞台上 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呢 而观众看到的一切比赛 都只是一场假戏 他们是表演者 他们把参赛者和观众当猴子一样对待 然后赚大钱 让那些有音乐梦想的学生 伤心并放弃梦想 想想是多么可怕和悲伤啊 写到最后 忠心希望当局这次能够对整个蓝色频道 及其中国好声音节目工作人员 进行严格调查 社会的正义和公平 不应该被这些人践踏 别让中国好声音 成为他们眼中的中国好声音 同时也希望官方调查之后 能够给善良真诚的李文老师一个公道 让我们示发一下好声音的历史 这档由国外某知名电视台制作的歌唱选秀节目 自引入我们以来 便凭借其新颖的赛制和强大的导师阵容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一夜间 各地的选手报名人数猛增 节目收视率一度飙升 成为各大卫视的王牌栏目 好声音的辉煌 并未持续太久 从近期传出的消息来看 赞助商在投入巨资后 并未看到预期的回报 因此决定终止与该节目的合作 据估算 这比损失高达五个亿 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 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那么 导致好声音走向没落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除了赞助商方面的因素外 节目本身的问题 也值得深入探讨 好声音的赛制 在经历了多季之后 逐渐失去了心意 观众对于熟悉的投票方式 静眼环节和评选标准 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 对于心意的需求 日益增强 如果节目组 不能及时调整和创新 势必会失去原有的观众基础 导师阵容的吸引力 也在逐渐减弱 虽然每一季都会邀请到实力和人气 兼具的导师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观众对于这些熟悉的面孔 已经失去了新鲜感 节目组需要思考如何打破这个局限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好声音的选手质量下滑 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随着报名人数的减少 挑选出具有潜力的选手 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不仅影响了节目的观赏性 也使得观众对于选手的期待值不断降低 除了以上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 也影响了节目的收视率 例如同类选秀节目的竞争日益激烈 观众的选择越来越多 此外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 观众对于传统电视节目的需求 也在逐渐降低 面对这些挑战 好声音团队需要全面反思 并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 他们可以尝试对赛制进行创新 增加新的竞赛环节和评选标准 以吸引观众的兴趣 其次 可以考虑邀请更多具有新鲜感 和精细度的导师加入 为节目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 提高选手选拔标准 挑选出更多具有实力和潜力的选手 也是提高节目质量的关键 好声音团队还可以通过加强 与新媒体平台的合作 扩大节目的传播范围 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 通过线上互动 社交媒体营销等手段 提高观众的参与 提高观众的参与度 提升节目的影响力 赞助商与节目组的合作也是至关心得的一环 双方需要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创新和变化 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和影响力 例如可以增加一些特别的互动环节 让观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赞助商的产品和服务 或者合作推出一些周边产品 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好声音面临的危机并非单一原因所致 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要想重新找回节目的魅力 团队需要全面思考 综合失策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同时也要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和观众需求 灵活应对各种挑战 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好声音停泊 这对处